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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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它的封号问题 全在满文中是全部的意思 也就是说扭护路式的帽 财 德 质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 这个从很多史料中都能反映出来 比如说扭护路式仿照民间的七桥版制成六合同春字样 一些亲公词中也有赞养扭护路式会治男性的说法 关于相貌 从现存的相关画像来看 扭护路式具有江南女子的小巧与秀丽 而且如果不是得志超群 后来她也不可能入住中宫 第二个是她的晋升速度 史料记载 扭护路式入宫两年 便被晋升为贵妃权贵妃 当时的她年仅17岁 这种晋升速度在亲公是非常罕见的 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说明道光帝对扭护路式的宠爱 道光11年 24岁的扭护路式 生下了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孩子 之前生过两位公主 她就是黄四子一主 两年之后 孝顺成皇后崩世 扭护路式接过了道光后宫 德帅业 成为新的六宫掌门人 然而 根据亲公相关一案分析 自从扭护路式生下黄四子一主后 她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 尤其是道光19年 曾有皇帝亲自临世的记载 这说明当时皇后扭护路式的 病情是比较严重的 道光20年刚过年没几天 孝顺皇后扭护路式 便崩世于圆明园寝宫 年仅33岁 然而 根据一些掩齿传闻 称孝顺皇后之死 很可能与孝和皇太后有很大关系 孝和皇太后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 而孝顺皇后在性格上与之也非常相似 所以说两者存在矛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但如果说孝顺皇后之死 是出自孝和皇太后之手 就有些太牵强了 不过 孝顺皇后之死 确实是清宫史上的一大谜团 孝顺皇后崩世不久 道光帝将其葬入木陵地宫 她获得了与皇帝合葬的殊荣 这位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四权皇后的故事 终于告一段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